梁國雄議員 如果我做生意就會炒掉那幫人 即是對面那幫人 因為大哥 你跟我說的東西做不到 還不是炒魷魚嗎 姚先生 你做哪一行生意的 是那些下屬告訴你 說一定會做得到的 600元就買到那件東西了 結果是800元 大哥 第二 你又不明白 地鐵認為無利可途的東西 就叫政府去做 這條鐵路是獨一無二 由政府去全資興建擁有的 大哥 沙中線又無利可途 又叫政府去做 那政府是不是地鐵的奴隸 現在很簡單 有個方案 政府折讓這條鐵路給你 你自己叫股東去買這條鐵路 你說服他說有錢賺 因為你說有用的 這條鐵路 長遠來說 是不是 那你就去公股配股 那跟著那些人扔 政府就收回那些股票 我覺得正式就是你折讓給你就可以了 你要多少 地鐵 大哥 你根本是醜聞來的 劉志軍是一個死緩犯 就在全國 鐵道部長搞全國的高鐵 就洗黑錢 中央出一半 地方出一半 那我們陪他瘋 那瘋 那瘋的時候 港鐵就是沒得做這條東西 那跟著 鄭義偉都是說 從成本效益來說 這條鐵路是虧硬的 不過 那姚先生你聽著 是一些叫projection 這個不是評估 張局長 你是學術界的人士 這不是叫評估 是由陳文雄做的 projection 即是推論 我一百歲不死 就是很長命 明不明白 我怎麼證明我一百歲會不死 大哥 是個醜聞來的 是不是 一地兩檢 我告訴你 主席 你不要看那裏 是 我聽的 這個強國元 說袁國強 今天是政治病 是不是 現在這個時候 還說上個商討 是上面告訴他 一地兩檢 一定要這樣做 那袁國強 一聽到 真的很難開口 下來了就進醫院 進醫院 沒得接受訪問了吧 是不是 很簡單的道理 而已 喂 人家郭榮鏗 議員問你 你可不可以不釋法 這個 《基本法》第八章 第158條 講明怎麼釋法 你很簡單 你會不會動用 《基本法》委員會這個機器 去建議人大釋法 你一定知道 你有沒有請求過他們 有沒有準備請求他們 沒有這樣做不到的 最初有四個港方委員 你有沒有找過他們 是不是 很簡單的道理 你又不回答 第二 就是說 一地兩檢 這個 全國 全國法律 在香港實施 根本在附件三講明 在《基本法》 在附件三講明 是不是 怎樣做 怎樣不做 有增減 大部分都是 不會 導致到 有 大陸的執法人員 在香港執法的 這個就是關鍵了 是不是 你什麼時候通過國旗法 誰會理你 阿哥 你現在這個 強國瑜 還是袁國強 想我聽到訓事 病啊 我不相信 是正式病 請委員 不要用別人的病 來打給他 我覺得是 大哥 因為在外國全部都是這樣 英國美國全部的那些部長 一有事就病了 董建華都病了 你信不信董建華 當年真是腳痛 現在去劍步如飛 阿哥 馬時康 馬時康頭腦痛 現在是想著屎招出來 玩賽技 拿些錢去派給小股東 來賄賂他們 然後再派一些錢 給這個 政府 讓政府給錢 港鐵 阿哥 港鐵 就是 他覺得是牙耳氣 因為阿哥 你那條是政治工程來的 我沒得賺 我當然要 你給5% 我去出人工來管那個鐵路 是不是 整個是醜聞來的 為什麼突然間 在這個高鐵 就要 是由政府全資 去建 你 地鐵 置身事外 收5% 來管理 現在 那些人的跡是誰 當然是政府 因為政府是業主 來的 港鐵是沒有錯 我都不是業主 為什麼要我填淡 我當然明白 我也不知道 你聽不聽得明白 老實講 做議員 做議員 有些水準 才可以 還要說 你說說將來 怎麼發達 下一位是陳偉業議員 為一千多年 會不代替 一千5萬個